欢迎收看新鲁帮大队的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呢 来今天震荡了一整天 那么幅度今天来说的话 相对比较小一点点 那么今天但大致上的话 都还是维持在盘上 来看到今天盘呢 来开高之后震荡 那收盘的时候 收涨48点 那成交量今天下来了 3,150亿 那量缩其实相对是比较OK的 那我今天又讲到这个重点 就是说如果就指数来看的话 那么这两天时间的话 必须要维持在这附近 那量要缩 因为量缩下来的话 筹码你还可以安定 因为你前面这里是报了 比较大的量 那大量之后 如果你又连续滚量的话 这个筹码就乱掉了 所以我就是说 这两天最好就是量缩 那量缩的话守在这附近 那守在这附近之后 那么但就这一两天时间要守稳 然后再来的话 必须要在五日线掉下来之前 再往上面攻 那所以这是极短线的走势 那但是我认为其实 有可能他不见得会马上攻上去 这是因为就是说 盘面上面还是有些这个族群的轮动 那我们那天谈到一个重点 好就是说 这个今年前面的资金是高度集中 那资金集中 当他有利有弊 就是说 比较特别现象就是 他有时候会有一点过头 那有一点过头就是说 他不是说他方向不对 不是说产业上面怎么样 只是说那AI在前一阵子的时候是 高度集中 那集中到最后就 所有股票都涨 不管是真的AI 假的AI 仿的AI 那或者是真正 真正后面大成长的AI 好坏的 那有关系没关系的 站到边的 那或者是想象的 那好的坏的全部都一起涨的时候 其他短线上面就是有些过头 那有些过头就势必会有大震荡 因为现在AI其实 他的方向当然长期是没有错的 但是股价有时候涨太快 他就会休息 应该说你涨太快的时候 当然就会 就会停下来等待基本面的确认 尤其现在从7月下旬开始 那个财报就会陆续公布 那财报公布之后的话 当然就会 面对财报上面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在低档就没有话讲 在低档的话就是 基本上你将来的东西明确 成长性够 他就会继续往上冲 但是你在高档的时候 那就不能有任何风吹草动 所以因为最近非常非常多的人 很多很多的资金 包括融资增加也全部都是在那里 那不是说他长线方向怎么样 而是说短线上面来看 就会开始分到扬镳 有些股票会进入大震荡 那么真的受惠比较大的 比重比较高的 优先开始出货的 这一类型的话那么拉回会有买点 意思是说这个一定是买盘优先承接的标题 那但是有一些只是站到边而已的 那么那样的话短线上面可能就不要太追高 那再来的话大部分的会议开始强烈震荡 你可能会常常看到一天跌一天涨 那或者是盘中震荡很大 所以今天来说也有稍微有一点点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强弱稍微有一点点的分歧 那有的股票继续涨 那有的股票就比较明显的拉回 我们昨天看到就是说 昨天看到的有一些股票拉回来 那到今天的时候呢 那么还是有一些股票 像是升大今天就拉回比较多 好这个就是什么 其实我常常在讲 那么很多股票是它前面涨一大段 这一波一波涨上去的 那到最后的时候就会有外衣效果 有外衣效果的时候 那么在最近你就看到很多股票 都是这种就是有站到一点边的 然后就会跟着一起涨 但是事实上来说的话呢 好像这个就是有点 就是涨到最后市场开始胡乱点名 那点名到最后有一些 其实不是真的这个社会这么大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盘面上面资金会有一些测出来 所以我昨天就讲说 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是更好赚钱的机会 因为你资金测出来的时候 就会开始往新的方向 因为今年高成长的 获利好的 其实也不是只有一个族群而已 应该说今年其实本来 它就是一个多主流 从年初到现在都是 对不对 那多主流各自有各自的题材 各自有各自的话题 那甚至于就是说 真的高成长的也不是只有一个类估 那所以AI好的股票 我认为是等它震荡之后 你要买就是直接去买 它年底到明年的那一段 你只买的就是那一段了 那短线上可能震荡会加剧 但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更多的股票会外溢出来 所以呢反过来说 就会有更多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 如果要讲到获利的话 那如果讲到获利的话 你看其实今天很多股票都开始上去 你看今天强势的股票还是有少数 有一些是AI的股票相关的 有但是呢就没有这么多了 今天的话你看到有很多都是不同的族群 今天非常多是不同的族群 那这表示什么 表示钱开始在移除了 对不对军工的也好 那么半导体的这个化学品也好 然后再来还有包括什么 还有其他非AI的一些电子也有一些 然后再来还有看到什么 还有看到这个旅行社 你看到观光也是 所以今天其实很多股票 还有包括什么 探权 探权的软体 所以其实今天很多开始 资金已经开始出来了 那资金开始出来会不会怎样 那其实就是更好的新机会 对不对 因为很多股票在低档 但成长低档其实很强的 应该说获利也非常好的 举例来说的话呢像看到就是说 我们来看就是 如果以获利来讲 来看到其实三部的获利也很好 四跟五月份的EPS已经两块钱了 对今天快场停 对不对 那等于你平均来说一个月大概一块钱 那不过现在真的旺季还没有到 接下来才真的进入旺季嘛 但这个都是已经有拉回过的低档的股票 五伏一个月也是已经快要九毛钱了 那也是一样还没有真正进入旺季 但是你股价到现在就在八十附近 那么一个月就已经八号六了 那么旺季都还没有来 而且大陆团还没有正式开放 对不对 那其实是更大很大的一块 那一块现在还没有出来 就是获利就已经很高了 所以有些股票在低档的 我觉得接下来就更好的机会 因为在低档就是最好的利多 是不是在高档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 就会面对很多的这个笑袭的考验 就是说我说很多股票在高档不是不好 但是你在高档的时候就不能有风吹草动 那一点点风吹草动的时候震荡就非常大 对不对 但是你在低档 低档的话就最大的利多 再加上你如果产业又对 那东西往上 那基本上一涨就会非常快 所以我昨天前天都有预告 是不是这两天资金会移转 不是全面移转 一下子不会马上全面移转 AI有些股票也还是整理后还会再重新高 但是不是全部了 所以跟前面那种全面起涨的阶段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进入什么 现在进入如果你要买AI 那你要怎样 你现在要买的就不是今天明天的事情 你要买的就是你在买 你现在如果要买你就是买第四季到明年的 你就是买年底到明年的东西 那你买年底到明年的东西 你现在的买法就跟前面不一样了 你就是要等到怎样 你就要等到整理过的买点 所以那个方法已经不同了 那个是要拉回买 那个是要拉回找布局点 那也不是所有点名的股票 市场点到股票全部都可以买 那个会差异会非常大 真的是受惠大的股票 我说你现在心态是要用拉回找布局点 那那个布局不急在一天两天 因为你这一段最好最喷的那一段 其实我觉得短线上已经过去了 那接下来的话 你要买就是买年底到明年 那那个其实不急在一两天 但是有些股票整理过之后 还会继续创新高没有错 但是也有很多 大概就这样子了 应该说有些只是站到边而已的 那大概就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 因为有时候站到边的股票 那涨起来就是 涨起来就是不是这么真实 那所以一旦拉回的时候 那可能也不见得会很有支撑 所以我觉得资金会开始移转 那资金移转的话 刚刚讲到就是说 今年新题材的股票 今年有题材的股票还是很多 那今年其实有一些产业是确实大成长 那成长幅度大的 今年本来就多主流 所以来看看今天很多股票 开始在往上肩强势股 已经开始分歧了 之前你看到强势股就是几乎全部AI 几乎全部都是AI 那今天已经开始分散了 你看到AI只有少数的股票很强势 那今天很多其他族群都开始结榜了 这就是资金开始外溢了 资金出来之后 因为之前AI是容纳非常大量的资金 那这么大的资金出来 那么就要注意 有很多股票就会反转向上 好来看看像军工也涨 那军工国防自主是一定要的啦 这基本上是不会跑掉的 因为你就得这么做嘛 对不对 再加上现在呢 你到接下来第三季 接下来的话军工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题材 还有包括我们新的国家队也要成立了 对吧 所以有很多今天你看涨的股票跟前面都不一样了 雷武今天也冲涨停板了 好那么无人浅见 无人浅见 现在的话就是进度越来越快了 好所以呢 那这里面的话呢 就很清楚就是跟国家合作 所以的话呢 也已经签订了这个合作的意向 这就是把AI放进去了 那把AI放进去同时三机一体 三机一体就是水面的空中的水下的三机一体 那三机一体再配合我们国家一起来研究 所以的话这个就是什么 其实速度会越来越快 因为国防自主是一定要做的啦 对不对 其实不只是台湾这样 其他别的国家也都在增加这部分的预算 好所以呢 那很多股票拉回 我认为是还不错的一个机会点 好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好股票的买点都是从拉回收开始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这是保瑞在昨天创新高 昨天887块钱这个创新高 好今天亮灯涨停板 好那今天 继续创新高 好今天一样开高走快一样喷出大涨 好今天968块钱再创新高 好其实距离四位数越来越紧了 对不对 就只差一点点了啦 对 那差一点点我认为很快就会到 好那这个我也不是今天才讲 是不是 那很久没有看到的千元的升级股 我想很快就会出现了 对 那再回头头来看当时他跌的时候 应该说他在整理的时候 有没有 来看看当时在整理的时候这里 有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是公开跟你讲 好我就公开告诉你 有没有 那时候市场上有人在看 市场上没有人在看 但是我跟你说 这里就是非常好的买点 是不是 理由我也讲很清楚就不重复了 但是呢 那个时候700块钱 那700块钱到今天 968块创新高 有没有 700到968块钱 这样一转眼已经200多块钱了 是不是 200多块钱你几乎都有买点 是不是 这里我讲过 跟你说这就是非常好的买点 这是中线的大好买点 然后这里我也跟你说 有没有 所以你有很好的位置都可以切进去 然后就可以很轻松赚钱 那当然 今年五个股本以上是绝对跑不掉的 今年五个股本明年又更高 明年获利还要再往上上一层楼 所以你用高成长的角度来说 本来这就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行业 那你高门槛的又高成长又高获利 对不对 700块就是让你买的吗 是不是 今年五个股本以上 然后股价700 然后高成长 对高获利 对 然后明年还有新动能 那你觉得 那你当然就是让你轻松赚大钱的地方 所以很多股票拉回其实是买点的 对不对 那很多股票的喷出大涨也是在拉回以后 有没有 也是在整理过之后嘛 你没有前面的整理 对不对 你没有这边整理怎么会有买点 对 那你这里没有布局 你上去以后就越走越远了 是不是 很快之后你会看到 四字头出来了 然后你就回头想想说 对老老师那时候700块的时候 说这是买点 对啊 那时候就公开跟你讲啊 对不对 我觉得四位数是势必会来的 应该是一个基本起跳 是不是 因为你如果以这么高获利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AI的股票 都反映到明年的20倍 其实很多是这样 那如果要反映到明年20倍 那就多了 因为今年 五个股本以上是指今年 那只是讲今年而已 那明年数字更高 对不对 那你如果要反映到明年的20倍以上 甚至更高的话 那这股价空间就非常大了 好 所以呢来都是公开操作 那公开跟大家说非常漂亮的买点 有没有 你都可以很轻松进场 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好那到今天准备要挑战四位数了 好所以我们就一起研接这个 很久不见的四位数的升级股楼 好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还有更多赚钱的机会 好所以呢 那再回过台来看 其实我觉得机会还真的是蛮多的 比方来说 来看看这个是叫做瑞森 那瑞森昨天也是一样喷出涨停 那么来昨天开高震荡走高 收盘的时候亮灯涨停板 好亮灯锁住之后 今天一样继续闯新高 好所以呢来这个是比较新的生计股 那比较新的生计股 有时候大家不是这么了解它的基本面 不过有点蛮多是蛮有料的啦 就基本面有相当大的一个 有相当大的这个利己性 那因为生计 其实生计是门槛很高的啦 那门槛真的是很高 就是说比较不是一般的 的你随便就可以做的 所以它的应该说进入的障碍也比较高 好所以这种高进入障碍的 那加上现在因为科技也在进步 所以生计跟科技也会结合 对不对 你科技就会让生计来得更快 好那当然里面有些东西也完全不一样 好所以方向锐生光电 好那锐生的话呢 就是数位的S光取代传统体面的S光 好处就是尽量低 解析度高可以多层次 好所以呢那基本上就是整个的 整个东西在改啦 也就是说从旧东西换到新东西 就是现在开始的进行式 那现在开始的进行式它已经是龙头了 好所以呢不一样就是可以判别专组织 应组织好这原来很多做不到的东西 现在都可以做 所以有很完整的专利 好21国的专利 好那跟40几个机构在合作 那同时现在的话AI在扩大合作 好跟北一工研院 好那不管是我们国内大的医院 或者是技术领先的工研院 其实都在合作开发 开发进一步的AI应用 好所以的话呢 这市场其实也是相当大 好因为 这里来讲的话呢 东西本来就是难度比较高的 好那难度比较高的东西 通常一喷出的时候就会相当的快啦 好所以你看它昨天 有没有就亮灯涨停板 因为不管是胸腔 乳房或者是牙科 好这都是用量非常多的 好传统S光用量非常的大 对不对 那这个改成数位S光加上AI影像 这就是长期的趋势 好这是一定要来的趋势啦 就像大家在讲AI AI最快应用在哪里 对不对 AI最终它就是要应用 对不对 应用在别的领域里面 好那应用在这个领域里面 生计是最直接需求的 需求也最急迫的 那加上东西已经成熟了 所以的话呢 来这我就讲 基本上是非常大的市场 好所以就会连续两天大涨 昨天涨停板 今天闯清高 好那继续来看的话呢 这都还有很大空间 因为获利其实也是 今年也是算是蛮大的一个 成长幅度 好所以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标股 所以重点就是说 现在资金慢慢的从AI测出来 那当然我不是说AI怎么样 我是说那个长期的趋势是对的 但是你走过头的时候 它会怎样 它还是会停下来做一个修整 好坏就会差很多 但是总而言之呢 结论来说就是会有资金出来 资金本来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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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在AI 就非常的拥挤 那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资金现在开始在测 昨天已经有一点 今天更明显 那这些资金出来的话 你就要注意 资金出来的话 你就有更多赚钱的机会 因为还有很多标股还没发动 所以接下来是更好获利的机会 好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当然赶快跟上来 那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大家不知道的一些新的题材 还有非常有爆发性的股票 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所以其实很多好股票 那有些标股就是这个竞争力很强 那市场又大 好那加上就是说股价刚刚要发动 好那其实就是说你用合理的价值来看 那事实上就很大空间 好所以我说 呃现在AI有些钱测出来 那就会反应更快 好不过现在因为刚刚开始而已嘛 好昨天一部分AI的钱出来 今天应该出来的更多 好所以这出来的钱 现在才刚开始移转 好那下礼拜速度还会更快 好所以就会有更多的标股 好那么更多的好股票准备要喷出 好我们先来看就是说 那华恩是细胞治愈的机制 好那么这算是全球相当 相当先进的技术 那它也是跑得很前面 好这就是呢 呃不一样的这个 不一样的一个药力机制 那这增加细胞能量的ETP 好那市场也非常大 因为应用在糖尿糖尿病的竹汇昂 那或者是落法 还包括未来在帕金森市政 好那这里面不管是哪一个市场 都非常非常大 好那么因为糖尿病竹汇昂 本来就是很大很大的市场 那这市场里面没有什么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 好唯一的唯一有一个 好但是那个又有副作用 好那个副作用还有一些自然浮险等等之类的 而且它又很贵 好那所以的话 这市场几乎是一个非常大的 但是没有什么人的市场 对不对 那但是它在这里算是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落法 这个也是很大的市场 发音声之声就不用说了 好那这个市值的话只有63亿 那同样在糖尿病竹汇昂市场里面 那跟合一比起来就是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市值 好那所以呢 我说这个基本上 这个就是很容易就会喷出 好这是非常有潜力的股票 好那看昨天 今天就亮灯涨停板 好那今天的话继续就喷出了 那今天的话继续去创新高 差一点点涨停板 其实收盘的时候也是差一点点涨停板 因为收盘的时候 来就只差一点点就亮灯涨停板了 好今天机会是收最高 对不对 这就是我说的 好这是全球第一个做出来的 好那全球第一个做出来的 是促进受伤肌包的治愈机制 好那其实说人体本来你要把这个东西启发的话 当然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所以难度也高 好那不过呢 它虽然是做非常的浅面 好那用这个来去做是最没有副作用的 然后的话呢 那这个原理的话其实在19世纪末的时候 那么就1978年的时候 美国食品药物结果就已经发现 它已经把它用在一小部分在血液里面 好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把它扩大 好所以我刚刚说糖尿病逐贵阳市场的话 刚讲到就FDA只有核准全球唯一这一个 好但是这一个就我刚讲的 又贵然后又有癌症的风险 然后的话呢又要冷藏 好所以的话确实是市场很大 但是没什么人 那目前还有落法产品 那市面上落法产品当面都有副作用 好不过这是因为你自己细胞里面 这样促进你自体细胞的治愈机制 所以这一下它是最没有副作用的 好所以这算是一个明星级的东西 好那么也是全球现在跑最快的 好所以我说有很多好公司 其实还没有喷出 那才刚开始喷出而已 好所以我才讲说 当AI的资金出来一些之后 它就会就会来的更快 速度就会更快 好因为确实有很多很不错的股票 好今年就是一个很好赚钱的时候 而且今年不是只有一个主流 对不对今年年初到现在 其实很多主流就是轮番走过 是是那么每一次的时候都是可以让大家赚非常多 好因为今年资金很充沛 对不对今年就是资金够充沛 然后的话呢产业东西又明确 当然他们特色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主流 它一个特色就是都是属于高成长的或者新市场新引用的 好本来没有的现在有对不对 那去年没有今年有 好那或者是说成长轨道非常明确的 所以那都是来自于真正就真的需求好了 所以这一类型的话呢 那当然前面是非常非常集中在AI 集中到有一天过头了 好所以我前两天才会说就是有一天过头啊 好你真的AI假的AI然后仿的AI 好只要是点到AI全部都涨 那其实他就是有点过头了 好那这种过头的时候 势必就会有势必就会有一个修正 好那修正的时候我刚讲 那个族群你就是要在他修正之后去找真正领头的 真正贡献打的 从你要买的是买年底到明年去了 你要买的是后面的那一段那一段东西 好那但是这个钱出来的时候 那你就要注意这个外溢的效应 这个资金出来会有很多股票正式开始喷出 正式开始喷出当然就更好赚钱的机会了 好所以来看看的话另外一档股票 另外一档股票6XX是眼底的诊断 好眼底诊断好AI深度学习的技术 所以AI其实最终就是要用在什么 就是要应用啦 那应用最迫切的就是在其实就在升级 好这是AI深度学习技术 那这是唯一台湾第一个眼科的AI 然后用视网膜病变或黄斑膜病变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市场 而且现在又怎样 现在又老年化的社会嘛 所以它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好所以这是台湾第一个 那么眼科的AI 那它同时也跟宏基之一合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宏基之一 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因为今天是涨14个百分点 那来看一下K线完全就是喷翻了 今天14个百分点 那昨天来讲的话涨50几个百分点 前天的话涨幅也非常大 三四十个百分点 短短几天里面已经从70几块 直接喷到270几块 多了一个二字头 百位数的二字头出来 好那喷这么凶 当然就是跟什么 这是处于生技 生技上面 那确实导入生技的AI 那所以呢来 那刚刚讲的宏基之一 他就是跟他合作的 6xxx就是跟他合作 那所以呢这个还没有喷出 才刚开始暖身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赶快把握 台湾第一个眼科的AI 深度AI的深度学习的 眼底诊断技术 那也跟宏基之一合作 因为宏基之一就是用他的 所以呢还没有跟上朋友 想要知道新标股的 赶快把握机会了 在正式喷出之前 赶快一起来把握 那跟我们线上的助理人络了 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来进来 直接把握全新的标股 来一起来赚大钱 祝大家收到顺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